外手忙清理残骸 乌克兰第二大臣哈尔科夫又有学校反遭攻击 而另一边紧邻北斗内刺客的巴克马特 民众落泪挥别家园 就怕俄军很快攻来 匆匆眼神对准远处目标 为了应对战争持续拉潮 乌克兰正在神秘地点训练更多新兵 现场还出现美籍指导员传授使用美制武器 与此同时北约峰会正在西班牙登场 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六世亲自主持晚宴接待贵宾 并呼吁立体乌克兰 欧战争让欧洲各国变团结 同时加速北约扩张 芬兰汉瑞典现在确定扫除土耳其障碍 三国周二完成备忘录签署 加入北约议程定局 北约也因为俄乌战争改变政策 将宣布增兵30万人抵御俄罗斯 同时也会加强援助乌克兰 但谈到武器的运送 仍在西班牙的基辅市长颇有为辞 认为运送速度实在太慢 对于商场遭袭 泽伦斯基痛批俄罗斯形同恐怖主义国 应该被踢出联合国安理会 尽管被国际严厉制裁 俄罗斯总统普琴总算在战后首度踏出国门 访问前苏联小国塔吉克和土库曼 向盟友取暖 只是俄罗斯内部的反战声还在发酵 俄罗斯履业大亨 欲重心肠形容战争等于葬送 俄国经济没有任何赢家 不过俄罗斯现在有中国撑腰帮忙一起骂北约 北约持续突破地域和领域 鼓吹集团对抗 国际社会对此应该保持高度警惕 俄罗斯战争不见停火的迹象 区域对抗的火药味反倒越来越浓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